北京时间6月5日 中国女篮与日本女篮的第一场热身赛在西安开达 本场比赛 中国女篮李梦、韩旭、李月鲁、黄思静等多位主力继续缺阵 虽然最终是58比61不敌日本女篮 但热身赛的目的达到了年轻球员杨书宇、罗欣裕表现出色 分别砍下8分 相信两位小将在奥运会正式比赛上会有更好的表现 为中国女篮贡献一份力量 下面是本场比赛的精彩集锦 喜欢中国女篮的球迷朋友 欢迎点赞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On top of the world Lying Get on board We're smiling On top of the world